在你们来郑州艺术团之前 你们三个人分别是做什么的 我在家干过很多活 采茶呀 在五金店呀 在什么包装公司呀 各种各样的人 还有蛋糕店 都蛋糕工 对 你还采过茶 对呀 我采茶的唯一优点很好 就是 不用弯腰 比你们高盖的采的方面 高盖的采要这样 我就这样站着很爽的采的 他们采完一天下来 腰酸上背一层 我就觉得没有啥 就刚好那个茶去这么做 我采的特别上去 这是唯一的优势 我觉得人就是要擅长 找自己的优势 对 对不对 然后我以前在家里 我是在珍珠场里边上班的 就是那一毛一一片一片 我给他缝成一件衣服 手红火 我三天就学会了 其他人就最少得半个月吧 我做完第一袋衣服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还要检疫 检疫检完以后 那检疫说 那样 都不用反攻 所以你看 心灵的人一定收敲 那夏夏呢 我以前在家的时候 就是一下了学堂 就跟我爸的一个同学 然后就那种民间演出嘛 跑喜事跑那个啥 就是人家开业也去 然后人家办喜事也去 就跟他一起跟了四年 之前就一直唱歌 对 俗话说得好 男大当婚女大当家 你们也都二十八九了 是吧 再不那个考虑就成圣女了 考虑过吧 我先问问你们三个人 各自都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 我喜欢那种 特别会浪漫的 哎呀 那是我这种类型 不要忍得心疼我的 对对对 我就是这种类型 对 哎呀 你别这么笑 那个 我喜欢 我喜欢成熟稳重的 也是马老师 对对对 这是我 你看 他 是我这种类型 你们都可以 喜欢成熟稳重的 对 还有呢 要笑点我父母的 因为我家就我一个孩子 压力比较大 这我都符合 来 孕孕 我呀 我是颜值派 我先要看他的眼 要帅的 对 我是颜值派 也是马老师 刚才你说这些所有条件里面 没有提到身高的 所谓的正常身高的也OK 对不对 No 不OK No 对啊 为什么 我们要选跟自己差不多身高 就一米五以下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样比 比如说你是我男朋友 我拉着你去街上逛街 人家会说 呀 这是你女儿呀 你会怎么想 来 你会怎么想 来 我们的 老板 你闺女 来 来 你别说我 你拉一下 我来送到你 来 来 余老师 快点 哎呦 算计是这么大了 你怎么 我理解了 理解了 是吧 你是不是有压力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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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